江南第一妖道 让嫦娥陪酒 让织女唱歌 害了上百人 最后被淋迟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韦小宝 清朝康熙24年1685年秋 海霹丽狮之子诗世伦 英妇恩音 出任江苏泰州之州 诗世伦十年26岁 他曾跟随其父征战台海 参加了著名的澎湖海战 诗世伦从武将转任地方 当文官还是头一遭 加之年纪尚轻 办案破案对于他来说 是个新的领域 然而诗世伦在泰州之州任上 却成功地破获了一桩 妖道害人案 康熙朝前期 国家虽已出定 长期的动荡 确实得人心浮躁 一时难安 于是乎 小民笃信天命和运道者 屡见不鲜 达官贵人为求生官发财 求神问补者 比比皆是 人心浮动 就会滋生妖人 不知何时 泰州所辖极震乡野之中 冒出一个道士叫黄尘仙 黄尘仙长得高大轻瘦 骨骼奇特 长眉锤甲 胡须漆黑 常如浮沉 相传此人已有二百五十余岁 乃天上黄龙仙人转世 黄尘仙道号为仙 是民间百姓对他的尊称 自明末清初 清军南下江南嘉定三徒 扬州十日后 江南各地百姓皆民心浮动 尤其苏浙一代百姓更是如此 康熙登基二十年后 江南各地渐渐恢复生机 但天灾人祸之事仍然时常发生 百姓小命难保 官府无力养民 便有此等民间一人出现了 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 黄尘仙在泰州的城镇乡野中出现 他手持浮沉 身穿宽大道袍 游走于城镇大道之上 或出没在达官贵人之家 他不失符水治病救人 劝诫世人弃恶从善 黄尘仙的符水救命之法颇为灵验 一时间深得百姓之心 黄尘仙之所以能称为仙 不仅在于他能治病救人 能消灾解难 最令人称奇的是他有绝妙神通 这种神通叫赵仙术 赵仙术能把天上的神仙召唤到地上来 黄尘仙最擅长招来九天之上的仙女 如九天玄女、王母、织女、嫦娥等 他曾为百姓招来女药神 治好了刘财柱的疾病 黄尘仙的大名不禁而走 黄尘仙的赵仙术有其讲究 每次有人要求请来神仙帮忙 必须先准备一间干净独立的房间 在房间中放置华丽珍贵的衣裙拆串 以被仙女使用 有人曾问他仙女为何必须穿戴凡间服饰 黄尘仙说仙女穿着天宫衣物 带着天宫的拆串殿当 就不能降落凡间 百姓深信不疑 每次招仙都会按照黄尘仙的吩咐准备停荡 仙女来到凡间 必须再出庚时分 时鎮上极为讲究 黄尘仙自称这是天地人三界通道开启之时 只有这个时间才能让仙女降临凡尘 仙女降临之前 主人家必须先将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 房间之前铺上黄土细纱 再用净水洗净台阶 房子周围焚香烧烛 并平掘人际 凡人只能远隔房间三五丈 双手合十加住一柱黄香 闭上眼睛默念祷告之词 随后黄尘仙步入屋内 轻眼是门 舒服念咒 念咒完毕后 黄尘仙便披头散发地走出房间 对主人家说九天之上 九天之下 仙女降临 凡人敬见 黄尘仙说完这番话后 求见仙女的人便可以睁开眼睛 双手合十夹着香走进去见仙女 求见仙女的人进入房中 轻轻掀开青纱漫步后 果然见到了仙女 那仙女性谋英纯 头戴保官 艳丽非常 山袖有一箱 尤其富裕诱人 仙女打坐在沙漫之中 神态或温柔或肃穆 但看所求者补算之事 吉凶如何 仙女不说人间之话 只做难懂的手势 或者凭空写写画画 凡人不懂仙家秘语 解读秘语 只能靠黄尘仙事后完成 大约半个时辰后 黄尘仙便会让求见者离开房间 求见者倒退着身子走出房门 随后跪在三五帐外去闭眼等候指示 黄尘仙再次闭门做法 法器叮当乱响一通 室内烛火统统熄灭 随后灯烛又复明亮起来 随后黄尘仙走出房间 大声口念仙女指示 求见者数耳倾听 谨记仙女指示 不敢有半点怠慢 照宪完毕后 主人家必须弄来轿子或马车 将黄尘仙送走 原因是黄尘仙照宪太过劳累 且不宜把仙器从主人家带走 只要他的双脚不接触地面 仙器就能停留在主人家里一段时间 主人家送走黄尘仙后 进入小屋一看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仙女和青纱漫步早已不见 精心准备的衣裙串电无一遗存 主人家不敢亵渎仙女 能与仙女相见是一生难得的事情 且与仙女相见的人家 后来都没有后获 故而黄尘仙的照宪法术 深得富贵人家喜欢 顽固子弟更是屈之若鹜 就算耗尽家财也要与仙女见上一面 所以仙女穿走了衣裙 拿走了首饰也没人在意 黄尘仙的名气越来越大 城内达官贵人排队等着他照仙 他便很少再给普通百姓照仙治病 不过他还是会时常倒向野中行走 用浮水帮人治病和消灾 在普通百姓中维持好民生 两边都不得罪 按理说出了此等神仙 无论其真假官府都该过问才是 奈何前几人之州都属于管理 且有不少县官为求升官发财 也纷纷请黄尘仙到家里照仙 给自己的前程问个吉凶 再者黄尘仙在乡也用浮水救人 也治好了一些人的病 在百姓心中口碑不错 先令辩证一只眼 闭一只眼不去干扰了 康熙24年1685年春 泰州城内有一句富人家姓游 游家大少爷叫游八面 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子弟 游八面原名叫游通 吃喝嫖赌抽样样粘 身上毛病至少七八样 所以城内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游八面 寓意是他有八张丑陋的嘴脸 游八面却不以为耻 反而认为这个绰号不错 一天中午 游八面和一帮狐朋狗友 在青楼里猜拳行令 酒席中他突然愤愤然说道 天下胭脂俗粉多了去 都是些丑陋皮囊 只有天上的仙女 如嫦娥之女等才是国色天香 只可惜人神不通 否则我也想尝尝先例 这话本是玩笑 可惜见有一个叫料瓶的人 却当了真 他对游八面说 这其实并不难 相见有一个艺人叫黄尘仙 此人擅长赵仙术 他能招来仙女治病 自然也能招来仙女陪酒 黄尘仙虽是艺人 但只要多花银子打电 就能得偿所愿 初一让嫦娥陪酒 初二让之女唱歌 初三让七仙女侍奉内侍 这生活比神仙还惬意 游八面是个顽固子弟 花痴一样的神经 他听了廖平的话 心里直痒痒的 在廖平的引荐下 游八面见到了黄尘仙 黄尘仙说要他照仙女也未尝不可 但必须要千金才行 仙女可不比凡人 千金之姿是为了表示求见之诚意 游八面自是财大气粗 给了黄尘仙一千两银票 黄尘仙把银票用浮尘扫落在地 起身便走 游八面不知何故 忙问黄尘仙何意 还是廖平脑筋转得快 他把银票从地上捡起 用一张手绢包了锥上去 对黄尘仙说 尘是俗物 岂能脏了仙人之手 带小的为仙人送到住处 黄尘仙听罢 笑着啰啰啰唬须 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大门 廖平一路跟着黄尘仙到了住处 把银票放在了桌子上才告退 几日之后 游八面迟迟不肯见黄尘仙照仙女 心中甚是交集 他到处寻找黄尘仙 终于找到了她 黄尘仙为游八面想照哪个仙女下凡 游八面说天上仙女 当属嫦娥最美 就先照嫦娥吧 黄尘仙说嫦娥乃天上名书 非杜兰乡 五彩鸾等寻常仙女可比 须被明珠百丽 彩薄百匹 以供嫦娥一世 如果不照办的话 绝不可能把嫦娥照下来 游八面盲说 前几日已经花费了一千两银子 那银子足够了 黄尘仙说那是照寻常仙女的 留待日后再照其他仙女用 游八面听罢觉得有理 便让廖萍帮忙把需要的东西都被骑了 过了几天 当这些东西都送到黄尘仙的驻地后 黄尘仙在当天晚上为游八面召来了嫦娥 嫦娥降临游八面的寓所 那妖野之态 艳丽之姿 着实令人心动 嫦娥貌美 始终不言一语 游八面认为神仙不会说人话 故而也没有深究 游八面心中狂喜 当晚就把嫦娥留在了寓所 一直到更敲四项 黄尘仙登门做法后 嫦娥才离去 自从尝了鲜味后 游八面变成最其中 每半个月都要照请一次 每次照请都要花费数千金 游八面先后让黄尘仙召来了织女 玄女 云霄 彩鸾等仙女 游八面日渐销售 且名下产业渐渐被掏空 随后又借债维持 借债不得又去家中偷工产来挥霍 只为于九天之上的诸位仙女相会 半年之后 游八面已是行销鼓励奄奄一息了 债主无法讨到银子 就登门告到游园外那里去了 游园外听说儿子败光了名下产业 又受妖人蛊惑 命悬一线 忙来到游八面的寓所见了儿子 游园外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 游八面当天死在了寓所里 游园外连忙问管家怎么回事 管家说是廖平把黄尘仙介绍给了大少爷 最终导致大少爷倾家荡产 还害了他的性命 游园外气愤不已 当即带人抓了廖平 又在城中某园外家里 抓了正在做法的黄尘仙 此时泰州之州卸任 新任之州是施士伦 施士伦接下壮旨 当即提审了廖平和黄尘仙 黄尘仙矢口否认骗人害命 游八面之死完全是他患病所致 让他赵仙女也是游八面心甘情愿的事情 游八面之死不能赖在他身上 黄尘仙有赵仙术 施士伦觉得离谱异常 当即怒斥黄尘仙誓妖道 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女 哪有什么赵仙术 不过是江湖骗子的障眼法罢了 黄尘仙镇定自若 他直言在泰州的四年里 他靠浮水和赵仙术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百姓们可以为他作证 游八面生性贪婪 得罪了仙女导致身亡 完全是他旧游自取 施士伦正要继续审问 此时门口涌进来大量百姓 很多百姓从乡下徒步走了几十里 目的就是要声援黄尘仙 百姓将县衙团团围住 他们焚香跪拜 恳请施士伦放了黄尘仙 若得罪了黄尘仙 必将带来大灾大难 甚至有百姓甘愿为黄尘仙顶罪 待他受过 这一幕让施士伦想起了三国佐词的故事 施士伦不相信这世上真有神仙 这种无稽之谈也就欺骗得了 乡野山民 是绝对骗不了他的 但眼下民愤极大 百姓深受妖道蒙蔽蛊惑 此事若处理不好只怕会引起民变 施士伦决定先揭穿妖道的把戏 在审理由八面一案 施士伦拍了一下金唐木 随后对百姓们说 既然黄尘仙能召来神仙 那今天就请他当场实验一番 若真能召来神仙 他就认定黄尘仙无罪 并上奏朝廷对他封赏 若不能召来神仙 就严惩不但 百姓们听罢 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黄尘仙却说赵仙术不是什么时候 都可以表演的 必须具备一定的时辰 条件才行 请容许他回去准备一二 到时候再请施工和众乡亲同去见证 施士伦准许了黄尘仙的请求 为防止他中途逃跑 施士伦让牙一门 在他的住所周围布下了岸上 又让官兵守住了城门 黄尘仙插翅难逃 表演赵仙术的那天晚上 黄尘仙在房间中念念有词 房中灯火突然熄灭时 施士伦带着牙翼冲入房中 将黄尘仙拿下 众人点灯一看 发现黄尘仙正抖动着宽大的道袍 从道袍里钻出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 那女子打扮得腰也无比 头上戴着如意宝冠 确实像极了一个仙女 施士伦把黄尘仙和女子压到院子里 让百姓们看清楚所谓的赵仙术 黄尘仙拿会什么赵仙术 那女子是被她事先藏在道袍里的 女子身材瘦小 黄尘仙高大健硕 加之道袍非常宽大 黄尘仙在施法时 让众人在三五帐外闭着眼睛等待 她把女子带入房间后 让女子从道袍中出来 趁着吹灭蜡烛时让女子出现 随后又点亮蜡烛 让人进去见仙女 法事完毕后 黄尘仙为了防止漏线 让主人家用马车或轿子将她送走 黄尘仙把仙女藏在道袍里 带上马车和轿子 那些衣裙拆电等物也被她们带走了 当初在周牙大堂 施士伦就觉得黄尘仙不对劲 故意答应让她回来准备 就是要抓她的现行 这种拙劣的骗局 却欺骗了这么多人 黄尘仙被抓个正着 百姓们却依旧不肯相信她是骗子 施士伦提审了女子 女子跪在地上用手指着黄尘仙 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 一一压压的说了半天 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清楚 女子眼泪直流 跪在地上用头磕地 撞得额头鲜血直流 施士伦仔细检查了女子的嘴巴 发现她的咽喉和舌头异常 显然是被人毒雅的 施士伦大怒 让牙翼把黄尘仙杖则二世大板 黄尘仙挨打不过 只得招认了罪行 这一招认 不曾想却揪出一桩大案来了 原来黄尘仙名叫黄焕 扬州人士 此人自小在道观中长大 跟着师父学习一道 和一些治病救人的手段 后来道观被毁后 黄焕流落民间 以帮人看病为生 黄焕走街串巷看病多年 却依旧一贫如洗 他开始有些愤愤不平了 他想过上妻妾成群 家财万贯的日子 脱去这身招人嫌弃的破旧衣服 不久之后 黄焕结识了一个江湖骗子蒋全 蒋全见黄焕懂得一道 又长得高大健硕 便教给他一个来钱快的办法 那就是假装成黄尘仙道向野去骗钱 当时人心不定 百姓相对迷信命理 容易上当 黄焕会看病 调配些中草药给百姓喝 也不会死人 有了这个幌子后 挣钱就容易多了 黄焕接受了蒋全的建议 二人合伙干起了这个勾当 起初他们只敢在乡间 打着神仙就是个幌子骗钱 但效果也不是很好 直到有一天 蒋全在某个偏远村子 偷来了一个貌美帝女子后 二人才开始改变策略 把自己伪装成具有赵仙术的神仙 黄焕配了一副雅药把女子毒雅 又把女子弄得神经不太正常 这样容易控制 随后二人以赵仙术到各地行骗 黄焕以宽大的道袍将女孩藏在怀里 又让百姓们不准偷看 百姓们对黄焕已经深信不疑 故而黄焕屡次得手 这个可怜的女子为他们演戏赚钱 晚上还要屈辱地伺候二人 最后竟不堪折磨而死 女子的尸体被埋在荒郊野地 无人知晓 四年来 二人先后偷来两个女子 后来觉得偷女子风险太大 他们就去人贩子手里买 十到三十两银子不等 就能买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 买来的女子同样被她们毒雅 然后逼迫女子听她们的话 配合她们表演仙女下凡 蒋全在后面负责管理仙女和变卖首饰 黄焕在前台表演 二人分工有序 有了稳定的仙女来源后 黄焕的骗子事业越做越大 钱也挣了不少 为了掩人耳目 她还时常下乡去帮百姓看病 塑造其正面形象 让官府放心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他们至少诈骗祸害了上百人 糟蹋害死的女子不下五人 这些被害女子的尸体 大多被她们埋在了城外的陈家沟里 后来她们得知 城中巨富之子尤巴面贪恋声色 于是便让人接近尤巴面的好友廖萍 让她引诱尤巴面上沟 廖萍拿了蒋全一百两银子的好处 为尤巴面牵线搭桥 做成了这单生意 黄焕和蒋全没有想到的是 尤巴面最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失恋仙女陪酒作乐 最后竟然因此丧命 尤巴面死了 其父由冤外岂能善罢甘休 黄焕逃跑不及 当即被捕 黄焕原以为 凭借多年救人打下的基础 和骗来的钱打电 足够应付失事轮的了 结果失事轮是个硬茬子 非要逼着她表演赵仙树 黄焕进退无路 只得硬着头皮再表演一次 希望能瞒过失事轮 但她打错了算盘 失事轮当场揭穿了她的把戏 案子的真相就是这样 百姓此时恍然大悟 咒骂黄焕丧尽天良 纷纷要求将她严惩 失事轮根据黄焕提供的口供 在一家客栈里抓住了蒋全 搜出了两个被毒雅的女子 还有一大包来不及兑换的金银首饰 失事轮又压着黄焕 蒋全去陈家沟指认现场 果然挖出了五具女子的尸骨 这些女子就是黄焕召来的嫦娥 之女等所谓的仙女 黄焕和蒋全人面受心 竟然干下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简直是罪大恶极 失事轮暗虑将黄焕 蒋全判处凌迟 廖屏障则则四十 徒刑三年 两个雅女送回老家 被害女子尸骨让家属领回去安葬 黄焕等人骗来的金银归还百姓 对部作为的县令 前任之州进行弹劾 最后这些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两个月后 刑部批文下打 黄焕蒋全被千刀万挂 百姓们纷纷唾骂黄焕是江南第一妖道 江南第一妖人 对二人的下场都拍手称快 失事轮新官上任就破了此案 不得不说他天生就是破案的料 此案也导致了朝廷政策的变化 康熙皇帝开始采取怀柔政策 在江南地区休养生息 注重百姓的所需所求 逐渐消减 清军当年屠城造成的矛盾和残留的影响 古人云作恶多端自有报 欺人欺心莫欺天 妖道黄焕胆大妄为 竟然以朝仙术这种骗人手段劫裁害命 最令人不解的是 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上当 黄焕被千刀万挂 他是罪有应得 死有余孤 行文自此 不得不写诗探约 世上骗子何其多 妖道却是第一个 敢将嫦娥来陪酒 敢让织女唱计歌 照现妖术破人心 小恩骗得百姓多 可怜五个小女子 葬身荒娇命粮薄 施工破了连环案 千刀寡尽依罪恶 告诫世间骗人者 有命骗钱没命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